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聚焰堂 聚焰堂,今天也是聚焰堂 小公子今天吵了一群很年輕的活力 今天是青春無敵 他們的工作是不適合地的 比較離地 所以這群朋友是做空中服務員 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Crystal 做了五年多 差不多六年空姐 Hello,我是Daniel 我也是做了差不多五年左右 Hello,我是Queenie 從Hong Kong 我也是做了差不多六年的 我是Calvin 我總共飛了九年左右 其實他們忽然之間很正經 很正經 剛才開始 為什麼會有興趣 叫空中服務員上來 空姐空少 空少服務員 空姐 空少很有fantasy 工作是否到處飛 又或者男士經常覺得 我的女朋友是空姐好像很正 很多fantasy的東西 交給你們了 究竟是不是這麼正的工作 和我們分享一下 你男朋友對你 都沒有什麼 不是,有 所以才是男朋友 不是有 就是認識了男朋友才發現 原來空姐和真實的空姐 是相差很遠的 應該說是認識了之後 就發現原來 我們理想中的空姐和現實中的空姐 是兩回事 那會有什麼兩回事呢? 因為我們很明顯是未入職 所以我們是一般fantasy的東西 在實際上 我們在外面看進去 那你們在外面覺得 其實空姐會是一個什麼形象呢? 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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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飛 其實我們是苦力的行業 是 做孤雷的行業 例如呢 孤雷的情況是怎樣 嘩,很厲害的 我們on ground開始 就拿著那些phone box 拿著那些整個那些 整個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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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泡膠商 周圍跑,機頭開機 沒機頭跑,機頭跑 都不停的了 是啊 你們上客之前 我們要做很多ground pack的工作 那通常我呢 就會已經流汗了 女生就化妝了 都開始溶妝 因為呢 通常呢 你們上來之前 公司還沒開冷氣的 那 這個時候 要你們做完 不是另外有些 清潔日圖 應該是公宵做的 我猜 沒有的 你說清潔咖啡機 就不到我們做的了 但是 服務客人的工具 我們要預備 即是客戶那些 那些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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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準備好了 那些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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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 那些耳筒 那些耳筒 就是你們 原來 哇 用人的耳筒 那些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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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很多人 的落差太大而離開呢 相對的 那些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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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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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個百分 那些耳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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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那些耳筒 現在我們本公司 三年 然後 另外 市場 就是 那個耳筒 那當然 其他工資、公司 有不同 也就是 我們本公司 的一個 規矩 其他工資 普不普遍 那麽 三年 去分水嶺 Baniel說 對,你只要問你 可以問的,這個不行,可以說的 不普遍的,其實我跟他們做同一間公司 後來我做了幾年後去了另一間本地的廉航 他們就沒有三年renew 甚至那些外資公司 其實他們只會給香港的合約 不會有長逸 是不會有長逸 因為其實除了我們所認知的 國泰、廣龍、香港Airline、香港Express 這四間在香港駐車航空公司之外 其實有很多外國駐車航空公司 都會請以香港為基地的空中服務員 或者將香港人請到另一個國家去做空中服務員 都會有的 大家不要以為只有那幾間才有香港人做Crew 其實有很多間都會有 有些他們要站在Dubai 他們不是香港人 但他們要在Dubai居住 那裡生活 所以只會飛去香港 然後又飛走 聽起來好像不太大保障等事情 但為何你們會有興趣做呢? 很明顯是三年都不離開了 真實的情況知道了 其實那段時間很快 你永遠都不知道今天星期多 今天是9日 你眨眼就已經四年了 已經有年尾了 聖誕節了 對 我想始終可以到處飛去很多不同國家 這個真的是事實 對 這個也是很吸引的地方 而且假期是很多 而且你會在其他工作 未必會找到這件事 所以會一直做 你是不是也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你們買機票特別便宜 也是 是的 但你不會因為機票特別便宜 去做這份工作 對 不會 但現在越來越不會 越來越不會 現在是聯網 但是之前 譬如你所說的 9年的經驗 以前是相差很遠的 嗯 以前我想那一代的 空中服務員 那個人工 真是救我們去買一層樓 當然那時候樓市也比較 是 買一層樓 就是救我們 在學換之後 還有淺盛 但我們這一代的人工 就可能真的 僅僅夠生活 人工 當時其他成本升 是嗎 是嗎 其他成本 可能是通脹的問題 是的 然後我們中貼都減了 減中貼比較少 減中貼比較少 減中貼給別人 還有 人工其實十年來 其實都是沒什麼 原地搭的 但中貼就不斷不斷 減中貼也很少 有很多以前的聽聞 就是飛多一些 有勤工獎 甚至還有 在以前 啟德機場的年代 公司是會包來回我們 可以免費坐的士 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去唱 遠了 更遠了 又沒有 現在那時候 他們覺得 做空姐 你應該乘搭的士上班 你不可以乘搭巴士 現在就 很漂亮 所以 空中服務員 是一個很神秘的行業 因為你不會經常在街上見到他們 現在到處都見到 還有到處逼地鐵 乘搭巴士 立即整件事沒有那麼高格調 是 沒有那麼高格調 對 這一代 即是這麼說 剛才你說的 你仍然希望做這個工作 有很多原因 飛是很實在的 眼睛闊 但是是否真的飛到那個地方 你真的有空 去做你想做的事 還是現實跟你當初想進入 有落差呢 非常之大落差 還有 組織的時候 待會比較長 我媽媽不需要上班 所以我檢查了收拾 就帶我媽媽去 可能飛前四個小時 問我媽媽 收拾行李嗎 去不去嗎 她就立即跟我去 我媽媽跟了我十幾次機 但是近一兩年 我媽媽都少了近機 因為那些時間太短了 即是Paris是四天 是合同飛離開香港 和回來香港的時間 多數我們在外地的時間 只會有一天 最多是一天半 至兩天 所以尤其是你飛了十幾個小時 你去到你 就算去五日那些 我媽媽就在飛機裡睡 我沒得睡 我出去就立即浮著 像喪屍般陪我玩 玩完之後我就回去睡 但現在四點就不行了 大家真的比這個衝上雲燒分號 我覺得很正常 我們所認知是這樣的 不能順便去過假 你喜歡女生 你飛去倫敦 你會留整個星期 例如羅馬 你可以去到佛羅倫斯 去到一個星期賴後賣陳偉珊 可能二十年前他們是有的 即是岑禮香坐下來 待會去到倫敦 趕著去看歌劇之前 還可以去購物 Captain Crew開機 我一定可以趕得及 他有這樣的對白 然後我真的在電視面前說 你不肯睡嗎 你飛去幾個小時 你不肯睡嗎 做免費的 是不會太重複運燒的 會一路看路 一路懶惰 是很重複 你會想 關電視的 是假的 是假的 在北海道不可能會跟胡幸兒去看婚姨坐 剛剛Crystal在北海道經歷了一個比較可憐的一件事 剛剛在聖誕節 我們已經滯漏了 不是叫滯漏 因為北海道大風雪 大風雪到其實不能下飛機 那裏是有雪暴警告的 其實起飛之前我們也知道 而我們也知道前兩天的飛機好像不能下飛機 但始終我們沒有機會 這樣也照相 然後去到真的不能下飛機了 然後我們就被人去東京 但是來到東京之後我們也不一定能出去 因為你也要拿批文等等 那些客人又不能下飛機 然後他們已經在北海道的飛機 已經是四個小時了 然後你在空中盆船多一個多小時 他們已經開始很懶惰 再要下飛機開門 你又不讓他下去 他就更加懶惰 所以其實我做這份工作之前 我以前的工作的老闆也有問過 你真的打算轉工嗎 做飛機不好的 做空姐等於群獸鬥 你被人運坐在飛機那裏 你真的死硬 然後逢是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就覺得很辛苦 本來自這點面對這麼多的乘客的情緒 而且現在人們很流行 他們有手機 我們真的站在那裏 我拍你的片 你拍我都沒用的 你拍吧 我先補妝 這樣只可以承受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更新的資訊 我們只是在等 你在這裡被人制留住 其實我比你更早去機場 我比你更早去預備 你還要坐在那裏看電視 我可以服務你 發脾氣就只是發了你 其實發我吞成就沒辦法 很多時候很多事都是與我們無關的事 那時候我們都要硬吃 硬吃 即是飛機去幫忙 你就是前線那個 沒有辦法 是要動他們 但我很想知道 尤其是你這一段時間 其實有沒有一些不同 顧客的部分 情緒 或者某些國家 是會有不同的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一種特別的喜好 哪個國家 特別是不喜好 不喜好 我可以再說一說 你最不喜好是哪個國家 或者最喜好是哪個國家 我最不喜好的國家 是我不喜歡做印度機 我寧願連續飛五天即日來回 我也不做印度機 因為很多原因 因為我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有些難處理他們的口音 但其實都是個人偏好 我也是不喜歡做印度機 其實十個空中服務員 有九個半 九個… 九點九個 都不會這麼嚴重 最不喜歡做印度機 但我除了印度機 我想每個人都不喜歡之外 其實我是挺怕去服務香港人 可能有些同事會說 不喜歡服務大陸 但我會更加不喜歡服務香港人 原因是嗎 原因是因為… 一般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大家都明白香港人的特性 對 那種給了錢是皇帝 或者是… 他專門是… 我覺得他專門是搞事 反而可能大陸客 他們只不過是… 可能他們的習慣是沒什麼禮貌 他稱呼你可能是… 沒什麼禮貌 可能是… 然後… 然後… 或者要求多些 然後… 但是… 他要什麼你給了他 然後他就沒事了 其實… 他還會跟你說Thank you 對… 會說Thank you 但香港人反而… 很多都不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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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你想吃什麼 然後他戴著耳機看電視 不理你 對… 那他是不是真的不吃 試過… 可能… 一上來… 他只拿著一個膠袋的東西 然後他就看著我 幫我放上去 這樣 對不對 然後… 可能… 很喜歡你走過 然後他就會說 喂… 三副啤牌 呃… 呃… 家庸那樣的 對… 枕頭 不老鳳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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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人說… 對… 還有三個 最慘的是小朋友學 對… 對… 你看到真的… 真的厲害了 真的不慘 對… 我試過被客人囂張我 他說什麼呢 那… 有兩個客人一前一後坐 那兩個同時都按按鈕 即是按鈕我們就會過去拍那些 那我在前面走過來 我先拍前面那個 然後拍前面那個時候 後面我說 是我叫你的 等等… 小姐前面那個也有叫我 我認完之後認他 你有什麼可以幫你 然後他突然轉通 和我講英文 然後問我 你的名牌在哪裡 然後… 呃… 是… 有什麼可以幫你 沒有…我想看看你的 語言要求是什麼 我想知道我究竟應該 跟你講廣東話 英文還是什麼 然後你整個國情 都跟我說廣東話 和英文 你還想怎樣 然後…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你 我這幾種議員都可以的 然後… 幫我拿… 那些… 那些很正常的要求 但我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 一來就起鋼 我又不是不來應你 那你不要這樣 一來就打我一拳 那些很正常的 嗯… 那些很正常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強果可能看報道多 就是那些 那些睡著了 睡著了 那些都會比較多 那些 很有趣的 他們會特意去到你的位置 那裡幫小朋友 去處理大小異變 嗯… 是啊… 我都試過是… 突然間有個媽媽 這樣… 然後… 可能很多人排在廁所 飛機 然後… 她就叫小朋友 進去我們那個 叫廚房的範圍 然後就叫小朋友 在那裡磨 就是香港還是內地? 內地 內地 然後我真的喝著她 然後她還要黑我面 就好像是 我不對 我不讓你的小朋友 在我的位置磨 不是廁所那個 是一個廚房 而且他們很喜歡 一杯的牛肚物交給我 哈哈 還有一杯暖的蘋果汁 是啊 暖的蘋果汁 暖的蘋果汁 先生這個是什麼來的 是啊 所以她經常給你的時候 你們問是不是偶渡的 偶渡的洗手間 洗手間 沒有沒有 因為內地 因為可能她實在太寬闊了 有個文化的部分 有時候我也有上山區 他們是很山區的 實在很坦白說 譬如我曾經在機場 看到一些很明顯 可能山區下來的嬸嬸 她看著蘇龍頭呆了 因為她不知道 她 detect 那個東西 很新的了 我們覺得很正常 他們真的那個文化水平 可能有落差 但是你說到香港人是這樣 我反而有點 其實 內地我都不喜歡 內地客人 不過內地客人 其實跟她說對 罵得 罵她 她不會覺得 她平時正常 你真的要罵 你為什麼不關門去廁所 你為什麼不關門去廁所 或者你為什麼不充斥 她們會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會跟她說 很多人可以制止她們 例如我之前試過 派餐的時候 在車上有很多飲品 那些內地人 會自己走出來 拿起自己 自己走 對 他們很喜歡 拔起 但我們其實擺得很差 你拔起其他人就會想 對 而且她一個人這樣做 她旁邊的同胞就會衝過來 這樣做 但我是可以 鎮壓 即是可以大聲說她不准她這樣做 她就會不敢 對 但如果你試試這樣對香港人 那後果會是怎樣的 你不能夠去教導她 如果你教導她的時候 她會覺得很充斥 然後她就會數著投訴 很多時候 對 其實剛才Amanda說 我做的年代 新加坡人 就是會是全世界最不喜歡的 最難事後 最難事後的一個人 極到文明 現在吉隆坡贏 幾年之後 幾年之後到現在吉隆坡贏了 新加坡人全部收斂了 不知是否他們國家做了什麼 好像他們政府說的 叫他們旅行的時候要行動 現在馬來西亞 吉隆坡 就已經成為取代的新加坡 然後馬來西亞之後 到近這幾年 香港就跑贏了 香港就跑贏了 開始就跑贏了 有點接近十年前 新加坡那些人的態度 我覺得 其實香港人真的很恐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恐怖 客人都要鬥氣 對 我每晚晚上飛機去韓國 你去韓國也玩 很高興 其實兩個人坐四個位都可以 有一個客人睡覺 他是DM 他上飛機說 DM就是比較尊貴 Frequent Traveler 他是我們公司的Valuable Customer 我們都要非常尊貴他 對 他就說 我上飛機就不喝不吃 你給我一瓶水 好吧 我們就在今天不攪拌他 誰知道 他就調低了一張椅子睡覺 後面那個人就非常不滿 他跟我們投訴完之後 我們就說 其實呢 那班機長有這麼多位 不如調一調位 如果你不介意 或者跟你老婆 其實坐後一行 都有四個位坐 都是兩個人坐 為什麼要我調 要他調 哈哈哈哈 都不知道 他全程機 在推前面的燈 但前面的TM又真的鬥氣 推了他三個小時 繼續在那裡 那他們又沒有再跟我們投訴 那你們兩個自己慢慢玩 對 很特別 而且他們有足夠的位置 讓他們分開 對 他們其實可以自己處理 在飛機上沒有東西好玩 他們會知道 你有什麼是沒有的 他們會專心要那件事 對 例如你派餐的時候 你沒有雞飯嗎 對 講還是要吃雞飯 因為我們有時候 某一個選擇 是差不多不夠了 可能會有些技術 可能講的時候 會講得 將他排第二 對 或者將那些有選擇的 會講得更詳細 其實香港人很厲害 懂得聽的 然後他會等你講完之後 然後他會跟你說 聽得出你快沒有那個 可能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女朋友 坐在旁邊 幫他戒掉 對 我試過那個女朋友 已經想叫我講得更漂亮 即是多選擇的那個 但男人說 不要 要那個 即是你愛不夠選擇的那個 會專門叫 可能好吃些 被人要了 所以剩下就不是好東西 我不肯定 好這樣想 是的 即是我們銷售的技術 通常會講過 即是肉 即是雞 魚 或者牛 接著講過醬汁 什麼醬汁 配白飯或者薯菜 通常如果你知道雞飯 excuse me 雞飯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 還有魚飯 這樣才算 今天我們有日式照燒醬魚 配日式米的飯 和日本的蔬菜 或者是雞肉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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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你講過我聽到之後 之後就會 噢 那要雞肉飯 哈哈哈哈 嚇人生的 哈哈哈哈 儘盡力都拿不到魚飯 很努力的 很明顯是英語 排前面 是的 現在開始有些 有些同事怎樣推銷呢 就說我們今天有一個 的Pasta 另外呢 下一個 來自中國 出產的 雞肉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開心 即是嚇你 對 或者反過來 另外會跟他說 那個是日式的牛肉飯 通常香港人就會喜歡日式的 聽到日本 日本 西式豬的肉飯 還有外國人聽到中式的 就很喜歡 中式的雞肉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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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為何會這樣去鬥氣 我真的有點奇怪 對 對 其實很奇怪 不知為何呢 一雙雙人上飛機 女生通常都要啞 對 對 啞 對 今天我們有肉質魚肉飯 還有牛肉配馬鈴薯 請問想吃什麼 牛肉馬鈴薯 好像 兩個 沒問題 請問先生小姐想吃什麼 一杯蘋果汁一杯橙汁 好啊沒問題 不要看他 對 然後 還要遞給你的時候 你為何看著他 哈哈 還要遞給他 遞給他的時候 然後她說 我可以拿了 不要碰 不要碰我女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想JCast幫忙 他就被人投訴 投訴下來 就說你為什麼這樣 他就說 他被人投訴 他就說 投訴什麼 就是 有位女士投訴他 說他誘惑他哥 他突然想 如果他是他老婆 我們只有他承認 是可以的 他有衣服 因為我們的樓 我們公司的制服 那些樓比較有少少問題 很容易爆樓 制服的確是比較修身 比較短 他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很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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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哥哥的老婆 很年輕和很美 你為什麼這樣誘惑我哥 然後我們就說 好啊 幸好我們那天的老總是支持 老總是機械經理 對 人家打開樓就要看嗎 如果那個男人沒有扣 沒有拉褲鏈 你不就去真的看 即是處理了 但他有投訴 之後 也有任務 沒有辦法 因為他公司投訴 我們都要處理 人有 還有有些客人很有趣 我試過 那個是內地客人 A位 B位坐在一起 B位吃特別餐 有餘餐 我預先派了 當我派餐 當我去正常餐 去A位的時候 我被A位罵 你為什麼歧視我 為什麼他先吃 我沒得先吃 也是 大女人很害怕 對 我沒有種族歧視你 又或者上機的時候 問我為什麼外國人可以坐前面 為什麼外國人可以坐前面 我要坐後面 因為我們先買飛 因為我們先進去 因為我們先進去 飛機上也看到香港男生 有種特別的行為 就是他們比較弱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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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外國空間 打不開 桌子打不開 明明是兩個狀漢 但不知道為什麼上飛機 可能離地 離地了 離地了 腦漏在機場上 超人遇到客氣 一定會借 要用少許力 不是 他們經常叫我拉下來 哇 你怎麼用 其實他是穿著背心仔 那些狀漢 先生其實真的要給少許力 不行 先生再給少許力 剛才吃完飛機餐 你想起你那個學生 水煲在爐上煲 那一隻 但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連力也沒有了 對 他們突然間突然會掉下來 你自己掉下來 對 他覺得會是自動的 他那樣的認知和常識 他覺得是很自動的 很自動的 是否他已經掉下來 拆掉你的飛機 不是的正常 真的有人拆掉我們的飛機 有 有 早前有新聞 早前有的 明明是 被人拆掉 明明是不能拆下來的 他整個拔下來 我們就用研究力 但不應該開的 他們把他拿下來 很奇妙 其實Queenie說得對 不知為何很多人上飛機後 你會突然沒有共識 他們連我們最後座位 那裡有個很小的 叫做Dog House 我見過Dog House後面就是廁所 我見到有一位大陸客 我們正在飛羅馬 他在那裡拉一個 先生 什麼可以幫你嗎 我想要尿尿 嗯 嗯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放東西的 你想在這裡脫褲子嗎 整個走廊 大家坐在那裡 如果你是最後這排的乘客 你都不想坐這裡吧 他說 沒關係 我不介意 但是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很可愛 又或者你把整盤飲料拿出來 有可樂、橙汁、蘋果汁水 然後他會問你 橙汁這杯是什麼 是啊 唉 十幾杯飲料很重 而且我們去這個服務 通常都是睡醒一覺之後 我們拿著一出已經很重 他們會在手指插上汁裡面 然後你 這樣 這樣 拿著杯還是什麼 不是 他們剛剛睡醒 洗手 也不是很有知覺的 然後我們 他拿出來 又會拿另一杯 那杯怎樣呢 他自己的杯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但是客人很可愛 我們會儘量保持著他 然後他會說不行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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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洗手間 那些酒店比較誇張 但是通常他們會誤會 那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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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掛山那個 整天在開你的門 整天在開你的門 想起那個是洗手間 以為那個是洗手間 然後又門就開 香港人都會 我上次飛到Toronto 他就說 我搭了你們國泰幾十年了 你們國泰從來的服務沒有那麼差 為什麼你們現在的服務那麼差 他說 先生能不能幫你 你們的廁所門都開不了 我先生是誰的廁所門 你幫我幫你 會不會是有人 然後他回答 我先生其實這個是我們的衣櫃 是我們的衣櫃 是我們的衣櫃 你去這邊 你聽上去的廁所 那是甚麼衣櫃 不好意思 你怎麼這麼老 你怎麼這麼老 而且他是很兇的 拍桌子 是 是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把衣櫃 大家可以聽到你說的 是嗎 那些人一上去 Toronto就會駕駛 對 不知道 其實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對 而且通常飛機到廁所門 我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是這樣摺起來 是那一隻 其實你要推一推 是這樣推的 他們永遠都是站在門口 摸摸摸摸 然後把煙灰缸 拉著煙灰缸 拉著 然後我說推 然後推 然後他就繼續拉 不是的 他們在旁邊推 對 他是不是推不懂 我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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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你叫人生孩子 但是他就繼續拉拉拉 然後我就推 然後他就拉 然後他就繼續拉 然後他就繼續拉 有時候拿了一個人很猛 然後他的手推 推啊 不是拉 你會首先會說 你會忍著笑先的 我沒有忍笑 我真的不斷推 然後他就拉 然後我推 然後他就繼續拉 然後我問 他們最後會困住在廁所裏 對 困住在廁所 廁所出來就拉 然後他們就推 然後他們就推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推就拉 對 對 然後他們說 有人在廁所裡 然後他們說 對 其實他本身 進去廁所都沒有鎖門 也不會鎖門 但是外面的人又不會開門 裡面的人又不會出來 對 就是推就拉 對 就是經常走過的時候 真的在廁所裡拍得很好 拉不到就嘗試推 推不到就嘗試拉 就不簡單 馬鈴姐 對 真的很好 會突然之間沒有這些基本常識 對 好像廁所裏面 只有兩顆按鈕 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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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會這樣按鈕 永遠都會這樣按鈕 然後我們就是很忙 把所有按鈕都放下 然後就說 我不會衝刺 因為我們當時都很緊張 按鈕這件事 通常我們在廁所的時候 就跟你說 如果有按鈕的話 就不一定是服務的東西 可能會是隱瞞的東西 那你馬上回應 所以廁所如果有按鈕 就馬上跑過去 大家就說 有什麼事啊先生 有什麼事啊 通常都是按鈕 真的很少說是不舒服 當然重了他們的負擔很厲害 沒有問題 乘客如果是這麼邪惡的 你可能會預計一下 事實上坐飛機前 你不會上課 我不會拍清楚 像上哪裏 假設你經常去 但是常理來的 門不是都要拉的 你可以說 屋子很大 很小的門是接的 可能不是太純熟 但你站在看一看 再嘗試一下 你觀察一下 根據你指示很清楚 根據你指示 應該是可以的 他們上去就沒有觀察力 對 奇怪 而且他們很喜歡 Turbelous都很重要 到我們都會坐下 他們還站起來 還排在廁所 好像說常識你這件事 你明顯是行李櫃是放行李的 我試過引導機 很厲害 很厲害 放了一個寶寶上去 睡到半腦才去問我們拿箭 通常你按關已經派了箭 睡覺是否冷 但他問我們拿了很多箭 很多枕頭 發生甚麼事 我們出去安裝一下 原來他把所有行李放在走廊 把寶寶放上去 然後把枕頭和被子包著寶寶 你覺得那個地方會舒服和安全一點嗎 對 我想問他有沒有關上去 對 關上去 哈哈哈哈 但不怕就滾下來 有手臂先關上去 那是很安全的 但不確定 沒有常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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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知道為什麼 是離地 沒有命案真的不錯 暫時還沒有 對 可能你們救了 你們發現了 你當然要把寶寶拿下來 立刻罵他 哈哈 但我又聽說 有些這樣的案件 可能其實那個家長 不是他們的父母 是可能 尤其是美國經 是的 是那些 比美國賣的 比美國賣的 是不是 比美國賣 哇 不要不要不要 不是 我是聽說 可能家人在那邊 然後就找一個親戚 或者不認識的朋友 有把小朋友帶過去 托運 差不多 他真的覺得是貨 那是合理 一年有幾個月 也有很多這些 對 十月多數也有很多 其實他們對小朋友 真的很壞 可能一個中年女人 帶兩三個寶寶 對 但為什麼有十月 我想知道 不知道 是有年 很常識的 通常是父母 是移民了去美國 即是年輕的一輩 即是年輕的一輩 即是生了之後 可能就找人拿回去 大陸的鄉下 給爺爺阿嬤抽 抽完之後 接著又找人帶回來 美國 因為爺爺阿嬤在國內 出不了境 即是B 他又想 看看自己的孫子 他又不可以 從美國回來 對 那都 即是人肉託運 對 很流行的 所以他是一個課 對 這個感受 我覺得真的像正常 因為正常父母 如果自己有小朋友 你抱也抱不起來 為什麼會 對 甚至其實很多時候 是找一個男人 去帶個B回來 即是一個男人 都是幫人帶個B 那男人更加不懂得照顧 不懂得照顧 接著拿著奶瓶跟我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開奶 我不懂得開 然後我心想 我又覺得我會懂得開嗎 我又生了兒子 但你有沒有訓練這段 即是有沒有 沖奶真的沒有 沖奶真的沒有 但我們會有基本常識 我們會問他 你的熱水要去哪些 這個運動員 即是你告訴我 熱水去到多少 好奇 但你叫我開奶 我真的不懂得開 那你真的當作萬能 對 我們上去其實是 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人經常問我 其實你空仔做什麼 其實你不要經常覺得 我們只是沖餐 我們除了在試飲之外 我們其實是消防員 我們其實是救護員 是警察 是警察 甚麼都是我們 保安 我們有手扣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我們有手扣 但是有一點 Marshall才有 你也要 我們有收到一個手扣的飛機 如果真的有些什麼 喝酒見的一時 對 網上有 這個 我們也要學一些技巧 對 某一家人說過 他們有學榮寵 對 沒有的 對 我們沒有的 不過我們有學 四五個人去制服 去制服 但有一件事 不要當我們是孤雷 特別是女生 因為很多人上機 幫我放上去 幫我放上去 對 行李箱是要兇者放的 但是其實 其實 我覺得你是腦弱相殘 或真的不夠高 我幫你協助你放 但你不放上去 幫我放上去 男的也是這樣 對 男的也會叫女的 特別是香港 對 有其他 有其他 因為 例如是男的風 例如自己的朋友 有些男的要幫我們 朋友放上去 對 就不會搞女的 那我的概念 是男的風 正常 是有的 但香港男的更差 我覺得世界上 做男的是不是菲律賓的男人 可能 其實是 他們真的會幫你做 愛國人 或者菲律賓 對 他會很主動幫你 幫他把行李箱 對 還有說真的 香港男的真的想 對 大家想幫他生 生 我試過有一個 香港男女 情侶上來 然後他自己的位置 上面的over compartment 已經被人擺了 但他臉是空的 然後他看著 然後指著我 跟我說 你幫我叫你搬回洗手機過去 這個我沒有 其實沒有這個 沒有 其實真的要教育一下大家 對 美貴是沒有滑位的 對 而且 你說你是個男人 你自己不出聲 為何要搬回洗手機 但很奇怪 照理香港 是多了人坐飛機的 是 有經驗的話 沒有理由 還會這麼沒有common sense 照理 都說沒有common sense 飛機上面 飛機上面突然間沒有了 是越來越沒有 以前也是 其實一個說法就是 因為以前坐飛機相對高貴的活動 對 你自己是會偶爾這件事 沒有失禮 也不會太多 惡劣 也不會上飛機 現在要坐什麼 坐巴士 我的朋友說 我們回家 家裡被人說是日本 就是 又廉航更加 對 經常都有 但不會因為廉航 而令人的文化低了 但其實一樣應該是這樣說 可能是有很多時候 當他們搭電 我聽其他 做其他航空公司的朋友 跟我說 其實那些乘客 去到他們航空公司 是behave很多 是 他們會 因為那些機票 可能我們的機票 貴一些 所以 他覺得要花你做事 廉航有一個前規 不是前規 是名規 你要我做事 收錢 花生 收錢 不敢動的 是的 但我們到時候 我也想說 Daniel可以說一下 我之前做廉航 就是 我說在他們大公司的時候 最怕服務是香港人 但去到廉航的時候 我其實最喜歡服務 最喜歡看到整個機器都是香港人 因為全部都是很安靜的 不會出聲的 查自己搞件 或者很清楚自己做 很清楚自己做任何人都要付錢 所以他們會做 是的 而且他們會突然間很有禮貌 即是 可能我站在廁所門口 等他們上來 上客 我剛剛站在廁所門口 有些乘客需要去廁所 他們走過來 我會幫他們開門 然後他們會很有禮貌 麻煩你麻煩你 這樣 突然間是 我會收錢 是 我會收錢 我會收錢 原來 錢 這樣 我不是很明白 廉航那個可以想像的恐懼心理 你也可以說 恐懼心理 沒理由說 給了錢就當大了 香港人是很明白的 真的 而且他們有種文化 曾經試過 又是真正的試 這是我的 然後他問我 拿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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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但是每一架機 每一個廚房都不多 他一上來已經喝了四杯 然後他再問我拿的時候 我說 不好意思師傅 我們後面都沒有了 要的我要去前面幫你拿 不過前面的商業服務 還在開始 可能要待會才能幫到你 然後他第一句帶來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立刻害怕 你是誰 然後我立刻幫他掃紙 看看資訊 然後 哦 哦! Green Card 因為我們公司的入門級會員 基本上好像申請把Asian Mouse 再搭一兩次就已經是 然後就 哦 哦 哦 即是他覺得我就是 是優惠 可能覺得搭配我們公司 我前陣子也是親身經歷 有個明星搭我們飛機的J Class 他是一個LOV的行李 LV手袋本身比較重 不再野 因為女士應該會知道 我們公司就不建議我們幫客人 擺行李 我說小姐是不是很重 不如我給你一些袋子 你分開裡面的重量 然後放上去 他說不用了 我授權讓你擺上去 謝謝 謝謝 噢! 噢! 其實這件事很少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本人是比較矮小的 我一錄來沒有味道 都比較少客人會主動去找我擺行李 對,但那位明星都比較高 對,那他就找我擺行李 對 我想是沒有那種消費心態 我消費了你的整個包包 我是一個完全坦著人 你也招呼到我下飛機還可以 還有我們公司的廣告都好像 賣這件事 有一點不到 對 我曾經聽過在印度公司賣的 All you can eat and drink 所以其中一個 我們不太喜歡做印度的原因 他真的可以喝光我整個車所有東西 對 所以每班機都可以喝光 每班機 每班機 我們廚房最少有八支威士忌 喝光 但連那些老到 真的不能走得動的 婆婆要坐輪椅 婆婆她都會喝威士忌 對 你現在習慣了她的文法 還是上來不喝就不行了 對 因為這是我們國泰在印度的廣告 的Selling Time 那Message是錯的 所以他們上來一定要做你所有的事 對 我沒有給你 其實一向都是可以的 對 但是問題 你強調了這件事是傻的 就慘了 其實就像吃自葬餐一樣 可能你第一次去吃 你什麼都要掃的 整盆東西都有經驗 或者你的人成長了 你會知道 你不是胃用來撐到 吃不到之後兩天的食物 不是層次低 但是香港那個很奇怪 你多了這麼多機會 我真的不明白 唯一的可能性 好像他們所說 可能自從有廉航對比之後 他們覺得給錢 就扮了一點點 錢多長 有一點點 但也不是 你作為一個人 他們都是人 一個女生 男生 你明白嗎 所以我不是太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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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不是 社會進化得這麼快 我真的這麼說 你純粹是人 一個人 就算你服侍你也好 其實你是你自己個人的價值 也沒有理由這麼多分 或者是你自己的品牌問題 說實話一點 你也會說的 藝人也會說的 其實你做回自己 任何人尊重 其實大家都舒服 尊重不同人 他的同理心很低 對 有時候我們手拿著很多個套 扔東西下來 對 再放東西上來 然後等一會 我們想做什麼 App 2 有的 這樣也有 都是內地同胞 那些也不同 但是你拿著很多東西 香港人 小朋友 他們想快點收 不管你的了 又或者你已經兩手都是東西 他還要扔東西下來 他們知道你根本無法處理 或者他們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 他們不體諒 對 同理心 也挺重要 因為他們感覺不到你有重量 真的 感覺不到你會倒 對 還有有時候他們可能都很自私 不會考慮其他乘客 例如我試過有兩個男士 放了一個很小的背包 他們自己的背包 放在上面的行李櫃 其實還有很多空位 是可以讓其他人放的 他們是壓了很多位 就是很小的背包 但是之後有些其他乘客上來 他們拿著一個很大的行李櫃 然後前後左右全部都敷了 剩下他們 其實他們的小背包 可以放在另一邊 或者放在另一邊 然後就把空位 空位出來 對 然後我就問那兩位男士 我說是否介意 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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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意 可是飛機上也不關男和女的事 對 因為不怕被欺負 即是男的 即是體力上 可能是幫忙 男的 或是男的 為什麼會問男和女的分別 而且他很大聲 即是前後左右 都聽著他們兩個這樣說 很介意 對 即是你自己也會覺得很醜 說得難聽一點 你會不會這麼好意思 我介意 但明明你的袋很小 我幫你放在另一邊 那你就空很大個位 出來讓別人放東西 或者他可能不是說 我介意 是貴的 有電腦 我喜歡 對 對 我聽過一個笑話 就是 可能一位女士 有一個很名貴的袋 我們要不就放在地上 再放上去 那你不可以 很安全的 這是安全的原因 對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幫你放一個袋上去 然後她說 小心一點 袋子很貴的 你整個月亮都買不起 然後 那位同事也很神級地回應 我知道這個袋子很貴 因為我一個一模一樣 如果她真的貴的話 我上次那個是Coach Coach 也有幾個 那位是Coach 當然很貴 我也是 很貴 對 因為你這樣很貴 我們有時候也要很EQ 很極高 轉數高可以跟他們回應 你最怕被他們折到你口啞了 那一刻你無法回應 即說話幾巧都可以 你就輸了 而且你要怎樣令到她又好受 又不覺得你在串 沒錯 很重要 我們這份工作 所有的人 我都覺得我們懂得演戲 對 對 我們的樣貌 跟我們心中在想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一轉轉面的客人走了 就馬上反彈 對 變點技巧是很厲害 好像四川那些 一轉轉面馬上黑臉 立刻有人叫你 一轉轉面馬上 對 可以幫你 上心 上心 對 因為沒有辦法 我想很多人 對人服務 一來 二來很多人坐飛機 相對沒有乘巴士那麼多 可能他上去的時間 每件事都很新 但你們 經常都是這樣 很習慣 未訓練地 你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又真的要很高能耐才行 如果真的搞不好 我猜 剛才說 很多人都說 對 都說你那個學生 很好笑 那個小朋友 另計 他真的沒有來見我 那是四川 因為我猜 剛才有不同的國籍 有不同的文化水平 或者可能他們 還有些人出國 還有些人出國 是很大的事 他們不了解 但是你不懂 你可以有禮貌 對 不好意思 我不會推開 我不會出去 我不會去廁所 你還可以問 或者看到你們辛苦 問多一句 我想你會比較好 對 其實有些客人 真的會關顧我們的感受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出了一輛車 一輛車 其實我們的車 是二百多磅 就可以 然後 當我推出去的時候 然後 後面客人說 我要去廁所 有些鼻子 對 真的差差 前後 前後十幾次 就拍一個餐 甚至我推到中間的時候 然後前面說 我吃完了 按鐘了 我收益 或者前面說 我想多吃一個 我還沒拍完 這些 但是如果客人 其實你出來不要緊 就說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想去廁所 你很禮貌 我就會好受很多 對 其實真的很禮貌 我就會好受很多 其實我也不介意 要十個枕頭 或者二十張毛巾 你不要反過眼睛 要光了所有牌子 但是你… 普通知識的問題 在這麼密閉的空間裡 不是說你是否服務員 你只會有一個乘客 在密閉的空間裡 你和旁邊的人 你都不想這麼多阻滯 還有我想 如果我令到他們不高興 我都不會好受 如果他們不夠專業 那沒有人出來 就會吵架 買一些食物 加一些食物 我都會很大件事 你們不會說 對 他服務員 沒有理由 真的會激勞 那些食物給我吃的人 我猜這個 我猜是其中一個 就是共識 或者是同理心 可以開班教人 坐飛機 對 我真的以為內地 不是說有 但那些關卡上 是說廉航 反而是廉航的態度 我反而… 很奇怪 廉航的有幾類人 一是那些為了感覺 或者探索這個世界 很無所謂 那些人可能對人的感受 會比較深一些 我猜 另外就是廉航 可能他也不是被人服務 所以他也很習慣自己來 他也跟我的猜測 那這樣是不是 我也贊成 我也贊成 還有可能現在 其實在香港廉航 可能興起 都是近一兩年的事 我覺得可能 有很多 很多搭廉航的乘客 其實他們不是經常去旅行 可能很少搭飛機的 是有了廉航 有了這麼便宜的機票 才多了機會出去旅行 那他們可能 很多的規矩 他們不清楚 反而他們害怕 即他們上到飛機會 不知道行不行 不知道行不行 他們反而還害怕 所以他們就不敢亂來 反而可能搭大公司 那些他們是經常去旅行 因為可能有少少錢 不好意思 是有錢 有少少是有錢 只是錄卡 大哥 然後就知道了你們的規矩 知道了哪些是他們可以 可以 欺負的 他們就去到很盡力 知道自己可以要求 對 反而搭廉航那些 他們就 你不熟悉那個環境 反而害怕 反而會生氣 你熟悉那些知道廉航 是甚麼都沒有的 那就是我問都是多餘的 嗯 就不熟悉 都知道自己可能給了幾十元買一張機票 可能隔壁公司要幾千元買一張機票 那就是 得到的東西不同 嗯 嗯 其實師公主 我想這個挺有趣的情況 反而現在發現有教養 是比較廉航 或者不是特別花錢的 是 我不肯定 亦會不會是令到大家的感覺 對香港某一類型的人 都不一般 但那些可能牽涉到 就是覺得花得起錢 嗯 對 對 其實說真的 你貴機的抱也有一個抱 相對地 嗯 但你經常都這樣 對其他人這樣的一個態度 其實很一般 我想你才可以改一改 就是 上課吧 不是 其實他應該是將那個 就是你知道 有一個商務機中心 其實應該將那個商務機中心 不要放那麼遠 放到正常那個 航班的升降位 你看人家甚麼叫VIP 那你就不會這樣 但是不是VIP真的這麼好 VIP是否真是很狼藝 還是更狼藝 其實是很極端的 很極端的 對很極端的 狼藝那些很狼藝 我覺得平時真的付錢 那些是真的好一點的 但有一批其實他們在賣 是後面經濟客廠的幾票 就駁你後面爆客的時候 就將它升級上去 你不升級他就會 他就會黑面和破爛爪 還有會搞事 我試過被人用粗口罵 那就是 老公都是那些金融財進 西裝俗 那老婆 一上來就不斷發脾氣 那些用粗口罵我 那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那後來 那關師就跟我說 原來他老婆 就買了 First Class去上海 那他就博 他可以升級上去 J Class或者First Class 但是我們公司的政策 是 我們只能升一個Class 但是那天的J Class 是全滿了 所以真的升不到 但是他怎樣發爛爪都沒有用 但是他就找一個人出氣 想 那現在是你們的Crew 激怒我 那你們是不是要升級我 那些 那些 他也是DM 一國這些 對 很貴小便宜 又或者我試過有一對夫婦 老公在前面 老婆在後面 然後我們前面有位 但是後面也有位 有位的時候自然不會升級你了 然後他剛好老婆上來 然後也跟他說 好吧 到30分鐘就下機 讓你們方便一點 一起下機 然後 明明這樣跟他說了 老婆自己在我們服務前 已經過了 然後 OK啦 我真的有讓步 那好吧 你照樣坐在那裡 但是我們不能夠服務你任何東西 因為始終你也是買了後面的機票 但是他又叫這個茶 又叫這個茶 很禁忠 對 經常都有這樣的事發生 拿小便宜 對 或者爸爸媽媽就坐J-Class 小朋友和傭人就坐EY 但是為什麼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在休息了 小朋友不一樣的 但是又吃一盆水果 然後隔一排 這個小朋友又不一樣的 又吃一盆水果 又吃一盆水果 又吃到甜品 對 很貴小便宜 但是你明白 貪小便宜可以很大件事 對 你的慣性不是一個好事 差不多每班機器都會發生 但是不會是特別的一個國籍 就是任何國籍都會有 不是針對香港人說是甚麼 不是的 我試過有些客人很好的 我知道你後面的太太想換位 我幫你 我是男人來的 你幫我升級你前面 也會有的 謝謝你先生 我謝謝你提供協助 我幫你問清楚 可以的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也沒有位置 但他們就會 我是男人來的 我幫你 謝謝 真的好心地 反正前面也是沒有人坐 為何不讓我坐上去 問題是你都不是給那個錢 那是對那些 給正價賣一個商業級的人 很不公平 我試過有個客人很厲害 他捉到我們流動 他拖著的時候 開拖著的時候 開拖著的時候 坐在前面 又很聰明 又不應該調位 然後我們跟他說 不好意思先生 你的位置在後面 他說 如果拖著的時候 我不可以起床 然後 你真的不夠他玩 從此就不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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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聰明 只能說香港人很聰明 但是這樣 坦白說我覺得很失禮 真的嗎 他自己不覺得很失禮 才會惡人 他覺得他很聰明 因為下次見不到你 小拍他出來 我覺得最大件事 就是 當你小時候就貪這些東西 到這段時間 你耐了這個習慣 你沒有了這個聰明 要不就不要在那些高的位置 不是 就是這些叫叫叫叫叫叫 如果他人是這樣的話 我會見到 因為他有小孩 其實年輕人都會學習這件事 所以真的很痛心 你會見到 可視到香港將來 那一批未來的動力 他們就是這樣 那你會覺得 這個社會很病態 我不怕坐在臉上 當然剛才說了很多不同類型 但回到一旦 你們覺得有較教養 或是好些的 各地的問題 一定是甚麼類型的人 他們會做些甚麼行為 即剛才說了一堆 另外一類型的人會是甚麼 我覺得真正有學識修養的人 就是真的 就會坐商業課 即是那些真的客人 我怎樣說呢 雖然有一堆的朋友 是很令人害怕的 但那一堆 他們本身自己有修養 有禮貌 你會見到他們在社會上 擔當他們高的職位 他們不會拗這拗佬 而且那些人才是最有禮貌 是的 其實剛剛我早陣子就 找曾師掌 現在是候選人 剛剛入職的候選人 很棒 他一上到機 香港人就看到他 握手 哈哈哈哈 即是真的 我們上去跟他握手 有很多人跟我們握手 聊天 也沒有要求 然後下機的時候 因為經理就叫我說 SIS 曾師掌出去 幫他拿行李 他說不用不用 我自己拿 我自己拿 真的很 即是口碑 就是這樣出來 口碑 口碑 就是越小的層面 你會看到 其實你跟人與人之間 那種 interaction 你有沒有禮貌 其實這也是很基本的 但是也是透過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知道 你的人格是怎樣 就算給到你自己 很有錢也好 你連基本的東西都沒有的話 你將來一定出事 說真的 不一定要去到這麼高職位 你任何人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做明星 一拍了他出來 就可以很大件事 可以很紅 沒有這個醒覺 因為說真的 你們好人 你沒有CCTV 或者旁邊沒有人拍他 否則這些放上去 都是一個醜事 但好像很少人 很認識到 即是有些大人物 有教養 有沒有特別的國家 你覺得比較普遍的 我會覺得 學台灣人 我自己的經驗 接觸很多台灣人 台灣人都會很禮貌 又很聽些說話 對 還有會真的會 站在你的角度思考 還有會 有時候你做得辛苦 他會跟你說 辛苦了 他會跟你說 我看到你這班機 走來走去很辛苦 辛苦了你 也挺軟的 家人 即是關顧你 香港人喜歡台灣妹妹 就這樣選擇 即是除了好聽 講義士在這裏 講義士在這裏 普遍 這個可以有少少分享 普遍來說 他們的身仰是很重要 即是 他們說普通話 對 他們有些可能 有些文青一點 哈哈 他們可能有些要求都會多 但是他們會很有禮貌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足夠命底 對 要求都不要緊 我們都是照做 做到的都是照給 但是你說聲麻煩 或者笑一下 其實有些東西在這裏 我們會給你的 但有些東西在這裏 我已經舒服很多了 很舒服 尊重 有些東西有沒有特別 你見過 我覺得反而有時候 我們起飛之前 在boding的時候 我們給一個好一點的 first impression 有時我覺得會有幫助 到出事的時候 或者我們主動提供一些東西 給客人 那些客人可能會感受 好像我昨天在麥莉拉回來的 一上到機 有一家人 有個小朋友三歲半 他就不斷大炒大撈 尖叫 後來我就問爸爸 其實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你 給你一些糖 只不如你畫畫 他說我不是 因為他想要坐窗後位 我嘗試幫他釣 真的釣到的 爸爸媽媽反而 後來到差不多下機 就說 我很欣賞你們幫忙 我可不可以給提示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們飛機 不可以給提示 其實不用的 媽媽就說 原來他小朋友三歲半 但他有少許學習障礙 他表達自己 只會尖叫和哭 所以都很欣賞你們 其實可能 可能附近周圍見到那些客人 都可能知道 有這件事 他們都會感受到 有麻煩 也不太想搞我們 我真的要尊重 說到沒有 其實你很複雜 又不是經常的事 短短的時間 最多二十多個小時 但你都是對任何一個人 如果你有同理心 其實你見到他 有這麼多事情 他是不是都會 立體卻一下 會搞這麼多麻煩 除非我們全心 或者是小便宜 或者是想搞破壞 就不算 如果我們一般的市民 看到的新聞 或者新聞 就是很嚴重的事情 基本上是 一陣子 或是前面見到 一對情侶 在近廁所的位置 睡覺 拿了你們休息的位置 然後你們是有公式的 可以上手扣 和押他出去 當 距離了整晚幾月 對 整件事 我們看到已經很誇張 但是 我經常想著 一些人的心理 有些 不會有問題的 全心可能拿著有好處 很誇張 但日常這麼細微的事情 都可以看到一些行動 但我真的有些擔心 港睛可能是一小撮人 一班機可能90%的成長都是很好的 正常的 都是很nice的 就算你不會寫下complement 都會跟我們說thank you 不過港睛寫complement 其實外國人是比較喜歡寫下complement 去讚你 Asian是比較少些 會喜歡寫下 Asian喜歡寫complain Asian也喜歡寫complain 外國人反而喜歡寫complement 我會感受你 印度也喜歡寫 印度也喜歡寫 要是complain 我覺得是5 印度就5 一班機收了三封印度客的complement letter 其實他停止這樣 其實我喜歡印度客 你剛才說你們不喜歡印度客 其實我喜歡印度客 因為其實他們只是煩 但是你滿足了他們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 他們要很心急 過了兩行之後 你會說師傅等一會 一會兒給你 他過兩行之後就覺得是等一會 可能我們等一會的意思是不同的 我做了5年 我唯一一次被人投訴 就是被印度客 而原因是什麼呢 我收了餐車 把餐車滿了台 不好意思 等一等他推出第一個餐車出來 然後他寫了我歧視他 我們收了這麼多complain 其實印度原來是最多的 即是計算數據 即是計算數據 即是印度人的困境應該是最多的 即是根據這個統計 因為他很感受 一動就說他要歧視他 可能是 即是很多生態 即是在飛機上談了 剛才我們來的時間裏面 都希望了解一些空中服務員的生活 因為印象當中 空中服務員有很多假的 所以我所知 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第二事業 因為他們利用了他們的假期 或者是他們的身份 即是我以前所認知的 就是那些空姐很喜歡去買化妝品 接著幫忙拿去水埠 這些事情 但其實真實的情況會怎樣 譬如我所知的 我屬於Crystal 她有做Drama 有做MC 利用他們的空余時間 另外幾位 即是你們的身份 即是空姐空小的身份 即是你有沒有特別的 其他事業發展了 又或者有沒有幫助你 做其他的發展 其實我之前飛機的時候 有很多時間 就去了學化妝 開頭 那就可以是 叫做一個業餘的化妝師 那另外 就有去搞網店 那我現在都一直在搞 有開店 是否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去西亞國地買服務 是的 還有會認識外國的品牌 或者去哪裏可以買便宜的東西 哪裏可以入貨 或者是有很多同事可以 叫他們幫我 可能帶一些貨品回來 即是這真的是工種上的好處 即是這個似乎是 是的 Pini 我現在其實很多人放假嗎 我又不太覺得 哈哈哈哈 因為我發現大家 是比較密的 即是為了你們的 我做了六年 我頭三四年 我都是飛得很密的 接著我現在開始飛回少一些 那我嘗試一下 學一下直眼睫毛 Pole dance 寫一下西洋書法 那些 即是很不同的 即是很不同的 即是自己調價調機 但是我們這麼多勞多得 我們是時薪的 是的 那當然如果我們要去發展另外一些事業 即是這個當然 要犧牲少少少 當作投資 我覺得 你們興趣多嗎 我比較懶點 因為我就 我沒有說 學一些發展事業 但我比較喜歡去旅行 其實我們一年都會有二十一日的大價 那就分量次放 那通常 但是 在兩班長機之中 我們 最低的都會有三日至四日價 甚至有時候 可能你調到五日六日七日 那這些階段 其實都會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即是一下機 又馬上機 叫做 catch light 即是 可能幾日時間 就去一去日本 或者我本人很喜歡去日本 即是可能 即是回家了 即是回家了 即是去一些好洞洞的地方 那幾日時間 就剛剛好 或者去一些 即是不同的短線 或者 可能是大價去一些長線 即是善用一下 即是叫公司的 叫benefit 可以 即是用一些很便宜的 還有可以立刻 我一個小時前 我立刻說出發就出發 我不需要 其實是不是年輕人很響岸 我們身邊的朋友 會否響往你們這些工作模式 都很多 是的 但他們就不知道 其實我們上班的時候 真的很痛 真的 即是代曉帶 他們總會覺得 你這麼多架方 這麼多時間 可以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很羨慕你 然後 是的 我上班日數是少的 但同時 我們上班的時候 是真的照顧你的 還有我們 隨時上不了機 是的 還有我們上班 我也聽說 飛機上的氣壓不同 就變成 我們做完事後 人是會特別累的 是比普通 你去辦公室八個小時 跟我們做八個小時 其實體力上是不同的 之後是很累的 以及我們吸的輻射 都是比正常多 是的 是的 即是看到表面 是的 身體健康 即是經常看你的Facebook 經常去玩 經常去旅行 去吃東西 又不是一些職勞成績的 例如腰痛 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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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很普通的一些 雷射 雷射 在美國回來 將整個生理時鐘 十二個小時倒轉 有很多同事 其實就是因為 無法雷射雷 其實做不到這份工作 是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體能的挑戰很大 體能挑戰很大 我們每個女生都很老鼠仔 是的 我們很大力的 男人經常說 為何你這麼大力 所以不要覺得空姐好像很鮮文 沒什麼力量 其實空姐很大力 很大力 我們現在的櫃上面有支細水 經常客人按鐘 就說水開不了 是男人 今天也開了十幾支 沒有理由 哇 Hagan Dye的蓋子開不了 撕雪糕 撕雪糕 撕雪糕的蓋子 對 這個水激民心 我有時也開不了 我常常找男生幫忙 但是Hagan Dye的雪糕 開不了 還有有時 你擺滿行李 有時可以出口術 叫客人幫忙 但其實不是太多客人會幫忙 那你需要自己退路 有三四個行李 真的要擔泥 然後客人會看到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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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女生有些不夠高 還要爬高 站在旁邊 踩在椅廳的位置 剛好有一個客人坐在那裡 通常已經坐滿了乘客 你這樣踩著 很尷尬 那位置又對著那個 但也不會起床 也不會起床幫你 真的 看著你從前面登到後面都覺得 嘩 你很強 我知道 然後我吃很多 還有要說的是 我們做飛機的 我們很大吃的 不是 我不是的 對不起 很多女生 很多女生 其實是你自己一個 是不是 下次和你飛給我看 安全 OK 因為氣壓的原因 還是什麼原因 大吃的 可能體力消耗 對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他按鍵你一定要出去 對 或者你吃了幾口 然後就衝出去 然後回來吃幾口 然後就衝出去 對 你很累其實已經沒有胃口 對 反而我是 我也不是 可能在飛機上 有些人說 氣壓可能影響了 那些 就是未來等等的事情 所以胃口也有機會 會不同 對 但是 仍然有很多人很想考 空中服務員等等的事情 雖然我們說了很多 好像有點不太好 就是剛才他們所說的 假期 對 都會有旅行 經常可以 可以安排時間 發展一下事業 興趣又有 現在這些年輕人 都有一個自由的享受 是 這個是這份工作 最令人覺得吸引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以前也回過辦公室 我受不了辦公室的生態 對 辦公室的政治 我覺得這件事很煩厭 但是我們做飛機的 我今天就說 嗨 做人就說 嗨 然後我下次已經有兩天後 或者這輩子也會再見 對 或者這輩子也會再見 對 我們有超過一萬個 Catherine Kool 再遇上的機會是有多少 很低的 而且有很多人離開 然後有很多新的人進來 對 最重要的是 就算那班機 我跟他拍得很不開心也好 我也是一班機 最多是十幾個小時 對 兩層都中了 三個小時 我捱了他 忍了他 噎了他 他不在意 我中了他 那都是三個小時 然後我就不會再跟他見到他了 所以這一點是比較吸引我的地方 也不要處理 你很難會有一個很資深的朋友 對 很難 如果真的對話 你之後可以聯絡 可以 可以 其實也很難夾到一起G 我們這四個夾了多久 對 都要夾大家在香港 才出到來Gallery 對 所以我夾了很久 這個節目 對 其實我跟Crystal夾了很久 因為我知道 你們的期待 事情裏面 老之前要說定 怎樣都要進行 因為都知道 他們那些飛的期會很不同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沒有那麼多fantasy 都很難拍拖 對 你怎麼夾當期拍拖 拍拖也是一個問題 很大的挑戰 Fantasy就是覺得 女生有很多機長 有很多有錢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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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鼻紅光頭的鬼佬 對 實際情況 會是怎樣的 這個部分 首先 你的男朋友是否在飛機上認識 不是 真實的情況下 平常認識 其他男士 是否容易認識到女生 一般的事情 每一班機拍攝不同的人 然後你下機就拍攝 可能幾年後再見 或者這輩子都不會再見 即是沒有 對 全都認識 不是機長 就跟那些客戶 還有其實我們可以不跟機長聯絡 我們就不跟他們聯絡 對 最好你就不要騷擾我 那麼多年都不知道 你有沒有說過十個月 入到J-Class 做J-Class的時候 你要去廁所 你就要進去頂他的位 因為座椅 一定有兩個人 對 就說 你想要喝嗎 對 好 好 好 謝謝 很穩定 謝謝 再見 再見 有人要喝嗎 謝謝 你餓嗎 對 看電視還是看電視 完全 現實中的所有警察都是 鬼佬 老的 肥的 方頭的 結果幾次分 結果幾次分 多少時間都算了 可能現在同一時間有幾個旅行 雜欄 對 你不會找到Captain Crew 對 不要到什麼時候有太多的位置 不要到什麼時候有太多的位置 不要到幻想 機頭太陽很曬 很多老人班 哈哈 還有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在看太陽 這一刻 對 他們就會選擇有很多 他們可能會看得 當然有很多人會自己蹤過去 對 傻豬 對 有多些空姐 想著一心認識這個Captain 所以想著 也有的 對 外籍的比較多 我覺得香港的很踏實 對 對 我們香港只是快點下班 對 總之準時到 有的士就有的士 沒有的士就快點離開 對 但有些不是這樣 人家從外國來香港工作 當然想找個好老公 對 嗯嗯嗯嗯嗯 那這個我想是很大的落差 對 首先我沒有想過Captain 老人班會比較多 哈哈 小漏這些事情 看到這件事 對 他們經常坐在那裡不動 所以那肚子很大 肚子很肥的 這個就是駕駛的東西 肚子很肥 因為十幾個小時 困在這麼大的位置 這很可憐 十幾個小時 上去之後 拍子這麼肚子 對 他們又不能睡 不可以 不可以 看著他 對 這個我也明白工種的 但當然 你們自己正在做 但講到這麼多事情 你們會不會繼續做呢 很實在 做的原因會是什麼 還有有些朋友可能看到 究竟考不考好 或者我真的當這個工作 究竟是 那些人說 空中服務員做幾年就算了 因為一來見識完 你就要踏實些 找其他工作 那你們怎樣看呢 首先就是Crystal 你會繼續做下去 我會繼續做下去 原因是嗎 我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這份工作的時間 很友善 對 可以發展其他事情 對 因為我以前做辦公室的時候 我真的完全沒有時間做舞台劇 完全沒有時間學習 但我現在有時間去玩戲劇 有時間學MC 然後有時間做我自己喜歡做的 可以做節目 對 我覺得開心 這是很友善 至於我覺得其他人 想做這個學業是不錯的 我也覺得你們可以試一下 幾年為什麼不 但如果你們沒有其他事情發展 我就不建議 因為這份工作始終我們量不多 在數 量又不多 身體勞動又多 而且除了我們的年齡的增長 我們的體力勞動 我們的身體未必能捱得住 但是升職的機會 其實也是 十多年左右 十多年升一級 看不到我沒想過你 沒想過 我應該升不到職的機會 對 我們最基本上升一級 現在八年 八年至十年 八年 八年 現在不止 再升第二級 你說那些年輕人 等他升職 還有升了是否真的再這麼好 不是的 不是的 馬上說不是的 升了職的三殺位 對 下面的子女不聽話 他死 上面又給壓力 他那個位真的很難做 對 所以反而再上機會 就不是太大 有沒有人打算不升 你不要搞我 還有很多年 你給我繼續做 其實我們通常是輪子排隊 不是的 你夠了你幾十年 我 差不多了 排單仔排到我便升 但是我也不會強求 想盡拜升職 因為其實 像他所說 是三殺位 薪工也不會特別壓得多 我壓了少少 對 到我便升 就像你那樣 響往自由的生活 就是喜歡享受生活 回家 回日本 很喜歡享受生活 你也不是很喜歡 朝九晚五工作 這份工作 真是頂瓜 你去到外國 五天上班 其實你只是來回 你在中間還有兩三天 在那邊 西視野也好 睡也好 在酒店自己煲劇也好 這些生活 就不是說 一個平常辦公室工作的人 我要享受到 享受到 通常現在女性少人是出現自己的 對 這個感覺 薪工也不是說差也不重要的 我覺得是救自己生活的 尤其是做得多幾年 比較上是老死筆那些 薪工會高一點點 每人都會有薪工的 雖然一定做不到大 做不到錢 做不到錢 買不到樓 買不到樓 但又不會餓死你的 但又一定不會餓死你 有很多閒錢 你有閒錢可以做自己的樓 這個也是 我覺得這份工作挺有滿足的 可能我做人比較多事 看到小朋友聊聊他們玩 看到老人家跟他們聊天 我之前也做過朝九晚五 我覺得朝九晚五沒有這些事情 還有時間 如果你不要錢的話 C-day是多的 OK 很現實的 要自己平衡 還有靠自己多路多得去計算 而且都是一個選擇 基本上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我經常都很不喜歡 但又不去找出口 什麼局都傻了 這是一個選擇 不會去冒險 這個也算是冒險的 因為某程度上 一來在飛機每一次都會賺命 真的很辛苦 安全的 其實好像之前有數據 飛機是安全的 但也是一個部分 因為你不知道 譬如很簡單 我不肯定 你的CV 你可能不再做空中服務員 你可以做其他工作 不知道 你之後的發展 可能大過一個 可能在其他公司做完之後 那份CV還有機會再下 應該是一個選擇 Danny 你現在是離開了 是的 她是離開了 那等一會 為什麼你會離開 還有會不會再進去 等等的事情 你夠膽講一點吧 哈哈 我反對你去一下 我反對你最後 我想為什麼會離開 因為始終去到 我都做了五年多 那時候會有少少厭倦 那時候 還有 也真的有落差 跟我做之前的想像 可能以前我真的看《沖上雲蕭》 看得多 哈哈 這部電影都逃逐了很多 對 逃逐了很多 然後 進去做的時候 真的覺得落差都很大 後來做一下做一下 又開始發展一下其他東西 學一下其他東西 就覺得原來世界都可以很大的 又想去試一下其他東西 其實那個風險其實也很大 我也覺得 我離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你說一下現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當你這麼多年 五年經驗之後 出來現實 對 會遇到什麼問題 會遇到可能 發覺自己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都不懂 那幾年其實學到的東西 是見識多了 但是是否真的 可以應用在現在這個社會上 工作上 是應該不太行的 那 你可能叫我去辦公室 叫我去影印 其實我現在也不太懂 那時候做完 剛才出來 剛才落地的時候 是不懂的 接著可能fax 那些我都要摸一下 接著辦公室裡面 可能那些 怎樣和人相處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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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你很不喜歡的那些 對啦 開會那些 其實都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 面對很多的問題 就是 要適應社會 其實都幾 我覺得這個行業 其實都幾另類 我也想 如果有很多 對啦 也想 你說一下 因為有些人真的 上了腦 對啦 真的 真的 出來了之後怎麼辦 你不是想到最簡單的 你那個faxical working hour 你不是這樣的行業 對啦 你根本沒有人習慣 反過頭 反過頭 或者 坐在這裡做事 反過頭 對啦 你經常對著同一班同事 也不習慣 對啦 真的每天對著同一班 再跟別人 去建立一個relationship 怎樣去相處 好累啊 真的好累的 好累 對啦 所以我也認識很多朋友 可能他們很想考到的 接著他們可能考了七次八次 都繼續去進行 進行完這間 很有興趣的 對 但也要考慮一下 將來之後會怎樣 可能可以像Crystal這樣說 我也很贊成 是你做的時候 拿些時間去發展其他的東西 因為除了你貨 可能你幾年之後 厭倦了 不做了 你可以有東西去拿手 去繼續做 另外就是 可能你做了十年八載 或者十幾年之後 會換的 對啦 可能你不幸運 你工商 工商之後就不可以飛 或者是有些不知什麼事 因為其實現在航空界 都轉變很大 亦都是 就算大公司也好 可能他賺不到錢 走一下波 蝕錢 可能他會裁員 到時你做了十幾年之後 怎麼辦 你又沒有其他經驗了 所以我都覺得你做是沒問題的 可以試一下 真的可以確闊到眼界 還有人生觀是會改變的 但是做的時候 都真的要去學多些東西 多受整 對啦 為將來打算 有空 但你剛才說的化妝 是那個時候已經學好了 還是出來之後才學 是那個時候已經學好了 當然 很明顯是多所準備自己的事業 對 你可以當欠趣 對 當欠趣 都可以 不一定學這些東西 因為那時候學化妝 是想著 這是一個快點賺到錢的途徑 很現實這樣說 但是有些人可能去學跳舞 學煮飯 學畫畫 那些都可以的 無所謂 對 對 我也認識過Crew 自己去 四位飛去拜訪民事 對 一兩天剛剛好 就是那些大份奉承 對 告訴別人 我去過世界各地 已經學過某些東西 整件事差很遠 對 很多Crew都是這麼認識的 我認識過Crew 他自己很喜歡做蛋糕 然後現在就做了蛋糕師 對 沒有做了 然後就自己做蛋糕師 對 又或者自己開一間 類似Party Room的Studio 然後給別人做事 又或者喜歡畫畫的 自己做一做一做一做 做藝術的平台 對 有些可能教導老師 教人跳舞 教瑜伽 教瑜伽 對 很喜歡跳舞 好 好 整件事已經很專業 對 很專業 對 很專業 他自己也不是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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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去的地方多 其實如果懂得利用你們身份的優勢 又真的挺不錯 例如去各地 真的飛 但要好好思考 對 而且也要挺有自己 PASSION 對 PASSION 你要好自己去表現自己 因為 人會爛的 對 你會很累 你飛完之後很累 可能好像有很多架 但你睡覺 要休息的時間 可能你每班機回來 我試過睡20個小時 沒氣的時候 去廁所也沒有 因為真的太累了 但如果你要去發展其他東西 要學其他東西的話 是 正力 對 你真的要睡少一點 你真的要逼自己 辛苦一點去做 好像Crystal也做了很多事情 又去做MC 做舞台劇 其實他也是 對 我知道他很少休息 你要自己 犧牲這些 自己辛苦一點 年輕無所謂 對 青春 本錢 還有精華程度上 可能你的負擔又沒有那麼大 你又不會結婚 有家室或幾層樓公住 其實很多事情都還可以選擇 又或者是那個時間去玩一下 但真的很重要 剛才都說 他怎樣想 個人怎樣想 我想不只是這一行 但這一行有這麼好的平台 就是世界平台 然後你很運用的 譬如Tango都可以 跳運全世界 煮食 這個廚師勁 就是世界各地的廚師 他都是他師傅 整件事就高級了很多 但你說得都可以睡覺 不理會的 差很遠 但剛才Crystal不是說 這些行業容易懶惰 是 其實有什麼原因 可以告訴我 因為工種原因容易懶惰 還是其實 不是 因為見到人多 所以有些人都會比較積極 會不會是在個人 還是在一個行頭上 都會有機會看到 我覺得 我自己為例 是 我是因為相比其他人 我覺得我不想過他們這樣的生活 然後我才逼自己去走 什麼生活 其實我自己本身的興趣是多的 但其實做這份工作的時候 最初頭兩年左右 我什麼都沒有玩 因為真的很充實 我又取了中 又取了數 然後去到Outport的時候 又可以不斷去西施營 其實已經很豐富了 然後我覺得 如果之後再做那二十多三十年 都是這樣 他有反省 真的有反省 對 然後我覺得 不可以這樣 我要為自己去籌謀一下 對 我起碼去外國 是能夠獲闊自己的眼界 但是我想多些東西 在自己身上 我不想自己的人生 那些白過 所以就開始轉 慢慢參加多些不同的興趣班 然後認識師傅 然後又繼續保持舞台劇 那種 passion 然後又去學其他的東西 學 voice 學演戲 學韓文等等 他不斷幫助你加多些東西 對 那是睡得少的 對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現在辛苦而已 那學蕭公子所說 我不是年輕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衝 我真的老了才衝嗎 對 趁現在 那我又有時間去旅行 我有時間學我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那我起碼 比我同期的人 我是見多了東西 認識多了東西 那麼 我誇獎到 我希望我以後 幸好的話 可以更快他們 那我就很好了 有機會找到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對 小虎小我想說 現在很多時候 我都不肯定 譬如很多人上班 就被迫 經常覺得 我的工作 好像不能選擇 所以做了自己不一般的工作 變得沒什麼 passion 相對有些是鬥氣 就是剛才你說的 在飛機上 就跟前面鬥 有些跟老闆鬥 對 他們的人生 鬥氣 不停地鬥氣 其實消磨了人生 但起碼你們 第一件事 起碼有一點 passion 就是在飛機上 有些東西你自己喜歡 慢慢再進展下去 譬如你會用很多 你自己的時間學習 那你用了你之前學習的東西 現在就算離開了也好 我相信你都比較少一點要受氣 因為你都搞自己的化妝 你不用太多處理辦公室的事情 那相差很遠 這些部分都是他們 拿了這個好處去做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繼續旅行吧 聽了都開心 還有一些是大家 有些是旅行專家 是 其實 他問他所有的事情 他都會認識的 是啊 而且專門了差不多 就真的必須一個工作 是啊 我認識一個行頭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做過APH 你看看那些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老闆 就是Operate Private Air Line 他自己其實不是Air空出身的 他是後面 就是Share 做影響各個出身的 結果他的Technical 這些東西都不能上手 那些飛機怎麼派呢 怎麼簽呢 怎麼飛呢 怎麼飛呢 他全部懂得 所以他用了一個年輕 辛苦的那十多二十年 吵了那些東西 end up 不是可以幫人 那一間行公司出來 所以這就是 視乎這些時間怎麼用 就是自由一定有的 那這個行頭 好玩在這件事 其實很難入很難出的 入又難出又難的 但是在這個行頭裡面 你用好你的機遇 就是開灰天空 就是不是電視劇那一套 不是開灰天空的意思就是 你有一個自由 你可以用 有青春可以用 你儲回來 就算去旅行 算了開一個旅行專家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的 很好玩的 可以 要不適合公司 那一個機會是很多 所以變成 就是aviation 就是air service 這邊 其實就 很多人的fantasy 都不實際的 那就是真實的一面 反過來入行的話 有很多機會 你是不是想清楚去explore 才反而 就是幾多年青人 就是想得很清楚 這很重要 而且也很開心 今天你們想來我們分享 這個過程當中 另外我們了解到 就是fantasy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 新的聽到 始終都是年青的 就是我們在說 你怎樣運用了這個平台 就是空中服務員的平台 再發展 或者之後的發展 等等的事情 希望家庭觀眾也收到 想做的 了解真實情況 你想清楚 可以分享 其他人也麻煩 尊重空中服務員 你總會突起機 是不是 互相尊重 人都會開心一點 謝謝你們 謝謝 今天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